外公 终于安静下来了 您知道 刚才依依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小时候的事呢 那时候 依依才上一年级 妈妈天天闹着跟杨长和离婚 我在想 既然他们也要分开 那我就是多余的 所以我离家出走了 一出家门 我就不知道该去哪儿 身上也没有一分钱 只能在家附近的路上瞎溜达 有老 有恶 有害怕 我记得那天还下了好大好大的一场雨 我没地儿去 一个人躲在公园里 那天的雨太大了 身边连个行人都没有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辆驳车 哐哐哐地叫我起来 我当时就觉得是外公 外公 真的是你 外公说 外公说 一一跟外公回家 外公爱你 外公说 一一不长大呀 外公就不老 外公 外公会一直陪着一一的 外公 外公会一直陪着一一的 你一直是个守信用的人 你不会实验的对吗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姨姨还没有长大呢 好 美丽的西双巴纳 留不住我的爸爸 伤害那么大 却没有我的家 爸爸一个家 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 生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余的 外公 没有你 我就真的是多余的了 太过了 你配着姨姨好不好 快递眼里师傅 您切牛排的手法略专业呀 那是 跟你来这种地方吃饭 不能丢你的脸啊 我跟你说 来之前我在网站上 看了好多关于吃西餐的礼仪 怎么样 是不是有模有样的 谢谢 对了 你刚才跟我说 你把钱都借给熊大了 不会这顿饭又给我买单吧 有你这小富婆在 有你这小富婆在 害怕什么呀 我当然是棒定你啊 你少来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就你那个胡鹏狗友 那熊蛋 他刚才逃单了你知道吗 他把你的钱都押在医院了 刚刚那顿饭就是我请的 还有这个 把这个给熊大 让他把钱还给我 什么医院 什么淘汰啊 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把钱借给人家了 真傻仗义 我跟你说 他出事了 他出大事了 现在人就被押在医院呢 在哪个医院 这什么呀 这里是六万块钱 什么意思啊 一一啊 外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 怎么给你开这个口 岳阿姨 我知道这事传出去 肯定对师妹的声誉不好 我暂时不会报警的 而且 这事现在也还没有确定 就是熊蛋干的 人呢 您可以先带走 反正他也跑不了 但我就怕你妈妈那儿 我妈那儿我会摁着她 对对对 你一明白这个就好啊 这世上不是所有人 都不近人情呢 是吗 依依 太谢谢你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余阿姨 钱您收我钱 我也会想办法 给外公一个交代的 依依啊 我看啊 钱你要拿着吧 就是让你余阿姨一个心意 有您什么事啊 你跟你爸爸说话 这都什么态度啊 这都是 好了好了 你说怎么啦 这本来都是熊蛋的错 你说你们父女俩争什么呀 余阿姨 我去陪外公啊 依依 你说 你说这孩子 越大越不懂事 好 外公 爸 爸 依依 外公有话跟你说 外公 您说吧 依依听着呢 叫 叫那个畜生 滚 滚 滚进来 好 好 月峰 快叫那快递员进来 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 你 过来 我 过来 爸 过来 我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 你打我干吗呀 我 我打的 就是你这个混账小子 别急动 别急动啊 刚才 我一醒过来 我就 听见他 冤枉我那个 救命的恩人 救命的恩人 我 我不行 扶我起来 爸 我得给我那个 救命恩人 道我 道我 这 道歉 别别别别 老爷子 您这样我可真受不起 您赶紧起来 小伙子 你是个好人 大好人 刚才呀 我已经到阎王爷那儿报道了 可是 我跟他说呀 我说 你得放我回去 上边 还有个好人 等着我给作证的 哪怕 你让我回去 三五分钟 我就知数了 现在呀 好人难做 我不能 我不能让好人 寒心哪 快去去去 快去去去去去 老爷子 有您这句话就足够了 真的 您以后啊 一定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外公 那六万块钱呢 你怎么办 爸 你这是干什么 我 我少把钱 存在银行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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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心痛 爸 大侠 让你受委屈了 谢谢您 对不起 周大哥 我错了 我有健身病 明天我就去把健身科 你原谅我吧好不好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看他那样 还留着口是吧 搞不起做什么春梦 你把车弄回来了 今儿一大早 我就去取回来了 没去老爷子家转转 凶手不都喜欢故地重游吗 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啊 你要不爽的话 我就陪你去医院 把人家撒给你的妻啊 都帮你找回来 我现在啊 是只担心金珠 你是怕他被他妈带走了 因为我知道 他不想回到那个小身上 你这人就是 明知道人家在利用你留下来 你还要让人家利用 其实大家都是外地人 根本谈不上 谁利用谁 都是互相帮衬的 你看 这就不是情侣之间该说的话 你对人家 根本就不是爱情 行了 工作时间咱会聊天 赶走 开工 好 得 这一篮水果全进你肚子里了 反正老爷子睡得更香 我就先去他代劳了呗 谢谢你啊 老爷子在这儿啊 慢慢累死了 老爷子怎么样了 暂时投理生命危险 不过什么时候醒我还不知道呢 谢谢你啊 今天帮我代班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舞蹈课那边你就放心吧 我能搞定啊 阿姨 来 吃点东西 你要是累垮了谁 喂 妈 姨姨啊 你外公是不是搬家了呀 我刚安眠您的时候 出来看门的是一个陌生人 没班啊 走错了吧你 那你赶紧告诉妈 是哪一栋哪一层啊 行了小区里等着吧 我去找你 怎么了 我妈好几年没去外公驾了 找不着门也没钥匙 我得去救她呀 这太夸张了 让一个老人空巢空成这样 帮我看好外公呗 马上回来 放心吧 又不吃了 回来吃吧 谢谢啊 路上慢点啊 这都什么事啊 蔡王姐姐 以后我有一个要求啊 每个礼拜啊 你至少来看外公迷子 你外公啊只要能醒 我天天来都行 我可听见了啊 这门怎么开着 肯定是舅舅呗 老那么不信大义 后来拿点东西门都不锁 你看我这个当姑娘的 这些年都不知道干些什么了 不像你呀还体贴外公 今儿买个治疗仪 明儿买个补品的 明儿买个补品的 而我呢 除了抱怨 还是抱怨 自己呀 经营不好婚姻 我就怪她 不该把你爸介绍给我认识 不会带姑娘吧 甩给她带 妈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 对了 依依啊 我觉得 我们应该还是要报警 我觉得 现在报警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呢 首先 现在外公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再一个 这事要是闹大了 对于阿姨那边影响也不太好 鱼切 你别给我听那个狐狸精啊 我现在恨了点狐狸精打 我跟你说 妈妈妈妈妈 你 你小心点啊 这 这些东西啊都不能碰 案发现场都是证据 你看那门口那碎片 很容易踢着的 还 还 你看这这窗帘 肯定是那王八蛋爬进来 他这么高爬上来 也没摔死那 那是什么呀 原来真的是熊蛋留下的 所以说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给我外公书写的时候 我还觉得他是个好人 我冤枉他了 我觉得自己有眼无珠 结果呢 事实证明 我就是有眼无珠 有没有人听我说话啊 太过分了吧 我叫你们俩出来 是聊天喝酒 骂王八蛋的 你们俩干嘛呢 一人抱一手机 太过分了你们俩 真正的事 白白 给你那小男朋友 发微信了 分享一下 师傅 你要喝什么 给我杯柠檬汽水的香 好 一杯柠檬汽水 一杯威士忌 我觉得吧 不管这熊蛋 拿没拿这六万 都还是值得点赞的 为什么 因为这可是我所知道的男人里面 唯一一个完全不给杨依依面子的人 杨依依同学 适量行凶 有的时候也会碰钉子吧 适量行凶 好像吗 好了好了好了 开玩笑的嘛 乖 我倒是笑着你的了啊 晚了 好了依依 你还有完没完了 你想想 你俩妈年收入多少 还有你那个院长把鼻 你就非就着这六万块钱不放你至于吗 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是钱的事 你说要是全人这种人的话 那天理在哪里啊 这话你昨天说过一遍 我同意 人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把钱都拿回来 其实杨依依这家人真挺奇怪的啊 尤其他 其实我也在想呢 得什么样的男人能够娶他呢 那也得适应人间极品吧 在你心里 朱朱最漂亮 那你给他打电话没有 已经听机了 还是打了 直接伤到他家里去啊 带他私奔 你知不知道他家里电话 我帮你打 给我 我给你打呗 别闹了 师傅 论拳脚功夫 我称你师傅 但是对付女人 你还得叫我师傅 不过依依 我说你那个摩托车 能不能不要骑了 我每次看你骑车的时候 我都心惊胆战的 我是一个有歧视精神的人 你们这样的普通人类 是无法理解的 知道什么叫歧视精神吗 消除邪恶 作罗 我说你们这些小朋友 天天脑子里静着些 清清爱爱的 他在世事顾顾生活多好啊 你看看你衣柜那些假的名牌 是 挣点钱 全卖假名牌的 存下来以后买个房子不好 师傅 我这么年轻阳光帅气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这孩子说回金珠 你对他的感情 到底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呢 这个你可得想清楚啊 不想想了 想多了脑袋头 行吧 赶紧把你酒喝完了 咱俩去误会 好啊 这事你们俩必须得帮我 这蚊子是熊蛋的同事 他帮你顺理成章 我怎么帮你啊 你数学好啊 数学好 逻辑就好 逻辑好 推理就好 推理好你就能帮我推理出 熊蛋作案的蛛丝马迹 你要干吗 把钱弄回来了 我把钱弄回来了 我是小明星的 那辆少了 二十五五的 你说你去找赢钱的 根据你去找赢钱 不可以 我去找赢钱吗 Walk 没赢钱吗 你去找赢钱吗 先生 你去找赢钱吗 你去找赢钱吗 也去找赢钱吗 给你 这么多钱干吗 买我 我这么值钱 想得到美 借给你的 熊蛋的钱 不是都压在医院了吗 我听他说还问你借钱了 我怕你没有生活费 我跟你说 这软饭不能经常吃 吃多了骨头软 我还能撑得发工资 这顿饭你请就行了 你们两个还真是倒过来了 一个看着嘻嘻哈哈的 其实很有骨气 另外一个看着老实发交的 其实是个混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事 好吃吧 吃 吃 吃啊 你发什么呆呀 没有啊 我在想 你真的不介意我离过婚 我干嘛嫌弃你啊 你都不嫌弃我是个快递员 那你过年带我回家吧 我们才认识两个月 这也太快了吧 到过年就五个月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 我是不婚族 我知道啊 但是你那个时候不想结婚 不代表你现在就不想结婚 人都是在成长的嘛 万一你改变主意了呢 我说你都离过一次婚了 你怎么还想结婚 离过婚怎么了 离过婚就不能再拥有爱情了吗 女人爱上一个人 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那个朋友 好像对熊蛋有很多误会 打住 你就别提这事了 千万别跟着掺和知道吗 已经够乱了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啊 你干嘛呢 notorious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我帮你把钱放到包里 我怕你生活费不够嘛 走 走 走 你傻呀 咱们现在是小偷 能不能专业一点 他们会半道杀回来啊 不会的 他们今天发工资去庆祝了 而且还是那个熊淡亲可可 又化外公的气 不要理我 你还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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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要我说 就应该强硬起来 万一有些人真把自己当上帝了 是 是不是 易哥 对 我倒还好啊 我倒基本上还没碰见过 什么极品的客户呢 师傅 就算你碰到人家 你也不觉得人家是极品 因为你底线太低 节操太高 孟哥 是 你就没遇到难受的事 性骚扰算了 来 喝酒 喝酒 来 哇塞 易奕 我觉得吧 你那六万块钱是要不回来了 你看看这些衣服 加起来至少得小三万块钱的吧 得了吧 这儿拿纸三了 渣男 臭男子 我觉得吧 这也未必都是熊淡的衣服 他们在宿舍住了三个人 肯定是他的 要不是他 他们买得起吗 就是这起来 你都干吗 犯罪症 不行这样 你会把我出卖了的人 大不了让他们来过 绝对被盗 不行不行 放开我 我还要喝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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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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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还要喝一杯 大不了 快点了 来 来 一个 喝 行了 行了 来来来 躺下 躺下 我喝不喝 不喝 我非喝 他想喝就是他喝嘛 总得发泄一下 我看上的事 他都喝的 给我女儿挣钱 挣大钱 上大学 出国 这家伙是想孩子了 平常装的人五人六的 何必呢 男人嘛 师傅 你要想家了会怎么样 能怎么样啊 好好工作 多挣钱 有机会 那把家人接过来 让你看上他那儿 洗白衣 进去 你在这儿干吗 来来来 出来 你这儿在干吗呢 我 人家不是来看看你吗 那你看我也不能 趴在床底下 老实交代 我 我这 这不是今天给你钱 你又不要吗 然后人家就想说 亲自给你送过来呢 那你不能这样 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你是贼呢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们稀里糊涂的屋里的门 就压根没锁 再说了 哪有贼主动上门 给你送钱的 你们这 有什么好偷的 偷我呀 妈 你死你死你死 那个 那我先走了啊 走走 还是你先出去吧 我干吗走啊 熊蛋不是去洗澡了吗 万一他出来的时候 看到我多不好啊 你去帮我看着点 你快进去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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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新嫁的男朋友啊 你这不至于拿一追光 追着我吧 杨依依 什么呀 干顶的 你就老是招了吧 要不然我可就用行了 我这你们都是知道的嘛 这俩人同屋对吧 那我这不都为了你吗 这请他们吃饭 然后威逼利诱 这这才能拿到钥匙吗 不然怎么进去啊 你觉得我们俩信吗 信呢 真宝 文文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真爱的话 我们俩肯定是支持的嘛 你喜欢谁都行 但是现在得先过我们俩这一关呀 对 你们俩不管谁谈恋爱 都得过过这关 你 特别是你啊 你之前在婚姻上 都伤过一次了 还能在同一个坑里 调两次呀 杨娘娘 遵命 现在我可以断定 熊蛋就是伤害我外公人 要不然他哪有钱 去买那么多名牌衣服呀 我不同意 你如果光是因为衣服 就断定是他的话 那万一那衣服是别人的呢 就算衣服是别人的 那个时间点 他是唯一一个 进过我外公家的人 所以他是唯一的嫌疑人啊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倒也不能反驳什么 但是咱们只能怀疑 不能定罪 就光凭这怀疑 你就得把人给我盯好了 万一他出去 祸害别人怎么办呀 什么 什么 什么情况呀 你又要给我安排什么任务啊 我跟你说你让我当贼 已经很夸张了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其他的对不起 我肯定干不了 你去不去啊 不去 去不去 不去 去不去 你大肆不去 河文 你之前瞒着我 让我于阿姨帮你 进世美的事 我好像还没跟你聊过吧 杨娘娘 你有什么吩咐 只要您说话 我上刀山下油锅 万死不辞 早这态度不就完了嘛 来 走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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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丹 你过来一下 涛主管 怎么了 把你身份证给我一下 要身份证干吗 全市人口普查 要求外来务工人员 要办理一个赞助证 行 给你 那个 可能办理的时间比较长 你需要的时候来找我要 好吧 没事 那我先去忙了 嗯 你还要找我 瑜伏 我在打电话呢 让你进来了吗 没有 行 先这样 我这边有事情要处理 一会儿再说 什么事情 外面加得快递的黄总来了 黄总 余总 我是特地来送锦旗的 锦旗 我们公司的快递员老马说 三天前他出了一个小车祸 多亏你们快递公司的熊蛋路过 帮我们送了这份快递 才没有耽误客户的财产损伤 所以拜托我 务必送一面锦旗来致谢 余总 熊蛋先生 真是我们两家快递公司的 和平使者 快给余总接住 快去给余总 黄总合张一会 好好好 来 余总 黄总 你穿完下吧 好吗 来 看这里 一 二 三 好 余总 今天怎么有空来分部了 这事不用送锦旗 你以为我是在表扬你是吗 你放着自己本职工作不做 去帮别的快递公司送东西 你是嫌公司亏待你了是吗 余总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行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了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如果今天我不开除你 我无法向上面交代 你好自为之吧 余总 谁求情一起开 余总 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排除的方式 你说什么 是 我们是不属于同一个快递公司 但是我们是人 我们都是有感情的 而且那天我是跟公司请了假的 那算我的私人时间 所以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说得对呀 错不是你 应该是佳德那个快递人 所以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要不是因为他 你也不会贪人这个烂摊子 更不会被那姓黄那家冤枉 这样啊 明天一早 咱们就去佳德公司 把事情说清楚了 把紧急退回去 咱不受这气 这样不行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个快递也会受罚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管他呢 他是怎么连累你的 你让我说给你听吗 两个选择 要么把紧急退回去 要么 你辞职 我说咱们余壮 抢了佳德快递的经理 黄晓萍的老公 这对女人来说 比杀了亲爹亲妈还严重啊 这都什么年代 怎么抢的 余总是黄总女儿 杨依依的家庭教师 杨依依的家庭老师啊 据可靠消息 咱们余总最开始 她意识那是相当坚定 我跟你们说 咱们余总可不是干那种 乱七八糟的事的人 直到杨依她爸妈离婚之后 杨依她爸对我们余总 那整排猛烈地追求啊 最后啊 咱们余总还慢慢答应她 叼入了爱情的坟子 说起来挺有意思 这继母跟杨依关系 处得还挺好 你说你 让你别多管闲事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了吧 是福不是货 是货做不掉 这就是命啊 一哥 我觉得啊 你还是跟余总 去趟家庭快递 咱们余总身上 挣回点面子 可人家那个快递员 已经受伤了 如果我要是去了 他不但连工商补贴都没了 顾研工作都得丢了 我看见那岁数 你有家也有孩子要养的 一哥 你这都什么时候 俩还管人家闲事呢 小佗 你这别劝了 我师父啊 他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 才能惹出这种事情 性格决定命运吧 不管 车倒山前必顾 来 喝酒 若于谦阿姨 要是把熊蛋给开了 我还怎么叮着他呀 他呀 就会扯后腿 还不是你呀 跑人公司里闹 要不然至于呢嘛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 这事我不能解决吗 黄阿姨 这事你可千万别参与啊 你要是参与的话 这事就更麻烦了 复杂也比于欠犯蠢强 就这么定了 这事我来搞定 你打算干吗呀 把他放我眼皮底下 天天盯着他 这事你还想要脱筹 他老 exactamente 你要窃筹 他不是说他 他死了 你这事很多人 但是他不然 你也不得了 他可能是犯了 他可能是犯了 他说你这个人 他不是窃费 他妈妈 他不是犯了 他你更共产 你还能干吗 他不过 他便要比较 Infinity 来 喂 您好 我是佳德快递 黄总的秘书 黄总 您刚说什么 我是说 你到我们佳德来 我给你个分部主管座 您 您这有什么 新型报复手段呀 黄总 我真的就是一打工的 我真没有闲心 介入你们二位 或者两家公司之间的争斗 我给你开双倍的工资 还要让你当个主管 这是你在世美 再分道三五年 也不可能有的待遇 你居然拒绝我 首先啊 我先谢谢黄总 您看得起我 但如果您真要看得起我 您就从心里 把当我那些什么 伤害老人家 偷钱的那些嫌疑 都给洗刷掉 那我真的就谢谢您了 您让我进家得这件事情 我真不能答应您 我要走了 那世美那些同事 怎么看过呀 您让余总以后 怎么开展工作呀 他那么对你 你还替他考虑 将心比心吧 我没有说 我老百号 那就没想过 你 感谢观看